在末世的残酷环境中,张义经历了无比痛苦的遭遇,曾经的朋友和邻居在物资匮乏的时刻,背弃了对他的信任和帮助,残忍地伤害了他。张义在生死边缘中眼见新衣女神背叛,导致他被害身亡。 然而,就在张义以为自己已离世的瞬间,他却经异地睁开了眼睛,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房子。 他发现自己身处末日的世界,寒武风暴肆虐,整个城市陷入冰雪之中,人类挤进灭亡。 这个不可思议的重生让张义深感庆幸,他下定决心活下去,并对曾经加害于他的人展开复仇。 更令张义惊讶的是,他获得了一种特殊能力,可以操控一个巨大的一空间,用于存放物品。 他开始摸索这个空间的规则,尝试将各种物品放入其中,这让他计划着如何在末日降临后生存下去。 充分利用他手头的资源。 张义的工作地点是沃尔玛超市的华南区仓库,这个庞大的仓库储备了丰富的物资。 他决定将整个仓库的物资搬到自己的一空间中,为自己创造足够的生存条件。 这个计划不仅解决了他未来的物资需求,还使他能够过上相对奢侈的生活。 在末世的恶劣环境下,张义通过这个一空间的能力和对资源的巧妙利用,展开了对自己未来的规划。 他决定不再心慈手软,为自己而活,同时保护好自己的安全,并寻找机会报复曾经伤害过他的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